这是个巨无霸奇梨干 不过它已经裂掉了 现在咱们筛掉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荒野十一路 奇梨干视频呢 我们拍摄过 这个品种呢 是新疆农家枣树品种 那我今年又种了一些 它这个和那个以前那个不一样 这是个更古老的品种 这个种子是朋友给的 你能相信吗 这两个甜瓜是一个品种 是一种种子种出来的 它们之间的差距真的非常大 这个呢一点点 这个呢巨无霸 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试吃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大的 重量在2.8千克左右 它的果皮呢 香味并不明显 但是呢能闻到也是有香味的 果皮呢韧性很强 很硬 打开以后呢 香味比较明显 是很香甜的味道 果肉是绿白色的 它的纤维质清晰可见 你看它的纤维 一丝一丝的清晰可见 我们来尝一下 果肉很纯香的口感 致水风吟 绿软 用勺子把的水 哇 这个植光它在10度左右 还不如西瓜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个的 果皮那个黄色 带纵向的绿色条纹 果皮香味非常明显 网纹的较稀疏 只有一点点 香甜味浓郁 我们来尝一下 果肉 也是绿耳多汁 味道很纯香 感觉这个甜度要高很多 这个折光汤在14度 这还比较甜 比较甜的多 同样这个果肉也是能滑的 吃的 靠你果皮的部位更多 就像蜜汁一样 这个口感要好很多 综合的来说 这个小的呢 要好很多 甜度很高 味道纯香 果肉呢 绵软 纤维质呢 也没那个大的多 而这个大的呢 可失败 你看那纤维质 很多 虽然绵软多汁呢 但是它甜度太低了 才11度不到 而且呢 香味比较淡 这种甜瓜呢 常作为 小面移种植 供应市场 因为它上市比较走 而且味道纯香 甜度呢 还可以 并不是特别低 14度 13度 油内斤 是比较好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